好 好 這個呢 221條 陽明病呢 胃下就心胸 心下就胃下硬的 非常硬的 這個呢 不可以攻 我們會攻下的時候 一定是在肚臍 這是人的身體 當我們在講這個心下的時候 講的就是胃這個地方 有硬 非常的硬 這個編滿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用這個功是陳七湯的功 我們前面介紹過心下編滿硬的時候 我們有大腺胸湯跟大腺胸丸 大腺胸丸呢 是通往上走 大腺胸丸是通往下走 不可以攻他 你如果用陳七湯去攻他 這裡講的陽明片 你陳七湯 跟大腺胸丸的處方不太一樣 一攻他的時候 力髓不止 精液會喪失掉 這個 如果是夏立不停 沒辦法停止他的時候 就會有危險 那就不該攻你攻他 如果是夏立自己會停止 代表他自己會回復 位置會回復 這就沒有問題 所以說 千萬不要隨便亂攻 我們要確定他大便不出 是陽明片 我們才攻 所以陽明正的時候 我們會去摸他的胃 這個中碗穴 待會我會做個總結 當我做總結的時候 你可以給我個外號 叫尼大黃 我全部用大黃總結給你看 從整個 從石道口 一路到高門出去 你聽完我總結以後 從此你就不會開錯處方 所以說 你不能確定他的時候 大明明沒有造勢 千萬不要攻 一攻他力不止的話 你就要拜託 拜託他力自己停掉 不要看到力不止 你就在那邊旁邊觀看 我們有儲方 可以儲方給他 比如說你不蓋攻 攻下的時候 下力下的時候 你問他下什麼東西 他如果是食 都是那個 骨類 青骨 對不對 這個青菜吃下去 空心菜就空心菜 吃著那個玉米 玉米就排出來 這個是禮涵嘛 禮涵 禮中啊 白竹 比如說芙苓 白竹去濕芙苓去濾水出來 對不對 人生把它的精液在補足 自甘草 這種都很好的處方啊 對不對 不行 不行 我們再加泡芙紙 再加上去 這個處方就很好用 222 大家沒有關係 在金貴的時候 我們會有 特別有一篇 算每一篇分門別類 處方怎麼樣設計 我希望能訓練到諸位 不用去記 開出來處方就是金方 好 這是我的目的 222 頁 陽明幣 發熱 面含赤色 不可以公之 公之小便不立著 必發謊言 這個什麼意思 陽明幣本來就是純熱症嘛 面含赤色 臉上有赤色的時候 我剛剛才跟諸位 剛剛才講過 這個 陽明幣呢 頭圍下官夾車 成績失敗 俱瞭 從這邊下去 這是陽明幣的地方 如果是臉含赤色 發熱臉刺的 這兩拳的地方 是赤色的地方 代表著 金不足了 當你金不足的時候 不要公 公之小便不立 如果你金不足 再一公 它金業更傷的時候 它必能會 這個 三交的黃 你會看到 水稻系統會看到 好 所以說 我們要公它的時候 有幾種條件 像這種條件 你不要公它 好 不要公它 223 陽明幣呢 不吐不下 心凡者 可以調味成績湯 這個 前面我們就有介紹過 調味成績 調味成績的處方呢 好 心臂骨 縮圈 中間的中腕穴 中腕穴以下這一段 你有壓痛的時候 就是 調味成績湯陣 好 調味成績湯陣 為什麼不吐不下 因為它堵在十二指 十二指腸裡面 那一陣的時候 我們看的時候 下面是小腸 這是小腸 調味成績 它哏在這個中間 這個地方 又拖不出來 因為它不在胃裡面 又下不去 哏在小腸 它又不在小腸裡面 就哏在這個中間 造成很心煩 當然會煩啊 哏到一個東西 在這個十二指腸的地方 可以 這是調味成績湯陣 你看那個調味成績湯 它煮方的時候 它用枝乾草 我們看它的調味成績湯的煮方 好 前面呢 調味成績湯 那個 用枝乾草 然後用大黃 還有芒消 大黃呢 它是用酒洗過 酒洗過 酒洗過以後 它攻下的力量就沒有那麼快 用酒洗過 用芒消 大黃芒消本來是 速度很快的 各位看到 我們前面 結胸的時候 用大黃芒消跟乾水 如果要同樣大黃芒消 我們用枝乾草的話 就變成調味成績湯陣 調味成績湯 專門清這一段 枝乾草呢 能夠讓大黃的速度 還有芒消的速度不要那麼快 停在中間 停在這個十二指腸的地方呢 這個 就有這個可以清出來的功能 你如果說光是大黃跟芒消 你一下去的時候 你沒有這個 智乾草在裡面 你這一段清不出來的 那個大黃芒消多快啊 一下就透過去了 跑到小腸大腸去了 結果大便失出來了 可是胃還是梗到 這個素食還是在裡面 沒有清掉 那診斷的方式就是在這裡 這一段中間 鋸案有壓痛 就是我剛剛講 壓痛 鋸案 你按按它 那個中碗穴 中碗到神圈中間 哇 它很痛 它叫你最好不要按 最好不要按 按受不了 這就是 這個有東西堵在裡面 好 堵在裡面 好 各位看這裡 二百二十四頁 陽明幣 麥池雖焊除 不惡寒 其身必重 短氣 富滿而傳者 有朝熱者 其外欲解可公理也 意思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等到外要解掉了 我們才去公理 這個就是 外這個要解掉了 本來是惡寒 現在不按和了 焊除了 在還沒有完全 外症還沒有完全去掉的時候 會有深重的現象 好 但是它已經在出汗了 已經賣緩下來了 好 代表說自己會 自己會 好 恢復的狀態 那有朝熱 好 這個是陽明鎮 陽明鎮在這裡面 這個前面就告訴諸位 他正已經 好 太陽陣要去掉了 陽明鎮要出來了 正在恢復中間 這個時機 你就可以公理 公理的話 我們有很多種處方 好 那如果是手腳汗出者 大便 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 這個手腳都是汗 知道這個朝熱了 知道大便已經硬掉了 大臣其湯 如果汗多 病得流汗 流得很多 這個發熱惡汗者 外味解野 其熱不朝 不要給大臣其 大臣其是我們攻下了 如果付大滿不通者 可以小臣其湯 為何畏氣 不要令大下 這個時候用小臣其 各位看著 老師我現在很糊塗 我看不懂 什麼時候用大臣其小臣其 我會弄錯 我今天做個泥大黃給你看 我們用大黃來治病 好 為什麼會 他們會這個 不是很清楚 這個是因為 宋朝的時候 靈異跑出來 把 把 商含雜幣論 把它分成商含和金櫃 所以才會搞亂掉 我在介紹這一段的時候 我從金櫃裡面抓幾個房子來 就非常完整的 就整個消化系統 你從此就不會犯錯了 我現在講的是石 我沒有講熱 熱就是發炎 你不要餵鹽 腸胃鹽把它拿來做不行 不能亂攻 這是石陣 在金櫃裡面呢 第一個有個處方 我們叫大黃乾草湯 這個用的時機呢 是我們常常胃裡面會有二斗 在 零書 這個第31篇 腸胃篇裡面說 吃飽下去的時候 胃裡面是三斗二身 三斗二身 那你消化掉 胃底下常常有二斗 這是過去的那個計量 我們也不能確定它那個斗是多大 反正吃飽了就對了 胃的下方的食物呢 點在這邊這個食物可以等七天 但是如果你這個食物壞死掉了 吃到不好不乾淨的食物等到這邊 那不乾淨的食物在胃裡面待七天還得了啊 對不對 我們怎麼樣清除它 就是大黃乾草湯 那老師你怎麼知道是壞死的食物呢 好 朝食 目吐 早上吃進去的早餐 黃昏的時候吐出來 就代表食物在胃裡面並沒有消化掉 所以你如果在你家巷口吃的燒餅油條 早上吃啦 去上班 回到家裡面晚上 咦 燒餅油條吐出來 太太一看 你這個大黃乾草湯子 那你如果跑到某人家去吃東西對不對 就吐出來一看 早餐你不在我們家吃的 你到哪裡去吃 好 結果呢 知道是大黃乾草湯也不給你吃個大黃乾草湯 好 這就不好 好 那大黃乾草湯我們有 金方有兩個地方 朝食目吐 一個是虛症 未虛的時候 朝食目吐前面介紹過 是不是 吳祖宇湯症 未含的時候會用到 就是食症 未加食症 所以陽明症 第一方應該是大黃乾草湯 朝食目吐 蛇它一定是黃的 未噁心 所以諸位吃壞食物的時候 吃到壞食的時候 你金方開出來的話 就是大黃乾草湯 兩位要語 第二個呢 才是到十二指腸這邊 這個才是進入調味層漆 調味層漆的意思就是 吐一吐不出來啊 因為噴門 那個幽門擋到了 那個梗到這邊 好 一定是在中隔的位置 所以調味層漆湯出現的時候 在下碗 借你的地方 水分的地方 一定有壓痛 好 隔在這邊 心裡面很難過 知道裡面有東西梗到 有食的時候是持續24小時 它如果是虛的話 它就會有時候很好 有時候不好 食症的話梗到 有東西梗到那邊 不管你白天晚上 反正是一直不舒服啊 所以你問他 問病人你也問出來啊 你一看它實在是黃的乾的 你這個胃痛 那個肚子梗到 你這個肚子痛 是斷序的痛 還是持續的痛 持續的痛 結實了 對不對 因為它的那個食太很黃 摸它的麥 結實的麥一定很強硬 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的調味成績 調味成績呢 我們有製甘草 大黃 芒消 這三味藥 就是在中間 調味成績湯 如果到了 這邊都沒有問題 到了小腸裡面 小腸堵到了 如果你的這個食 是發生在小腸裡面 你說老師 你怎麼知道 是發生在小腸裡面 張仲女在這邊說啊 腹大 腹大滿不通的 可與小臣氣湯 我們知道小臣氣湯呢 是解 陽明的肇食 大便是堵在小腸裡面 大便堵在小腸裡面的 病人有個主要的症狀 就是排氣 所以你問他 你這個便秘 好 你要知道他死不死 這個便秘 肚子臟滿了 你問他 你這個 你如果排放屁 一直不斷地放屁 像連珠 像機關槍一樣放屁 為什麼會像連珠槍一樣放屁 因為大腸裡面沒有堵到 所以大腸裡面是空的 堵在小腸裡面 結果大腸裡面 空到就是很多氣在裡面啊 他就不斷地放屁啊 那這個屁是從大腸出來的 你想臭不臭 所以不要問這個 不斷地放屁 人不斷地放屁 麥又很實 舌頭又是黃 又是持續的痛 你再一壓肚子 哎呀不要壓很痛 拒暗 擺明的就是告訴你 我就是小臣器 對不對 那你就開小臣器啊 那小臣器的時候 然後他的廚房裡面呢 小臣器湯 這是小臣器湯 是不是也有大黃 小臣器湯是大黃 厚補 好待會我們再介紹這個 處方的劑量 知識 好這三個地方用大黃 第四個地方呢 如果是堵在大腸裡面 阿明 阿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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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